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特首梁振英最近串爆拿着BNO去英国的人 不是移民而只是移居 又说从未听过这些人交还特区护照或身份证 要了解这如此畸形的怪现象 首先要认识两个香港地区限定 连周期表都没有的元素 就是港鞋和黄型 俗语有云 会哭的孩子有躺吃 港鞋由小到大 都沐浴在家人的爱之下 虽然不至于要什么有什么 但都绝对得到家人的呵护备置 扭着也有好处 扭不到就继续扭 再不得就扭地 总会有扭到的日子 这朝万事万宁 不过 当港鞋 Crossover黄型 就变成了一大班政治巨鹰 他们由扭家人计 变成扭政府计 一定要扭到什么真普选为止 什么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连犯法都可以说要特写 还要搞独立 扭不到就造谣 用暴力 再扭不到就移民 甚至人在外国依然保持住楼 扭解昇华造黄色宗教信仰 政府派消费券 全港市民固然开心 不过 最开心的可能 就是这一班 已经移民去到外国后 仍然日日夜夜在夸叉香港的旺友 这班政治心态扭谷的人 可能会想 有什么爽过 闹闹闹之后 还可以又吃又拿 开心分享怎样用消费券买东西 或者找亲戚朋友套现 不是 争香港而已 但喜欢香港的钱 哪有人和钱过不去的 对不对 这些怕且只有 忠孝自信礼意念的皇友才做得出 而民众要吃两家茶礼 可以说是港鞋和黄营 共同造就香港奇景 加上滥炒可以救香港 通緝犯自称政治犯 以为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觉得英国是伟大的民主国家 罗冠聪都做到大文豪 三生不尽 碌碌无穷 相信很快抽够 黄色政坛七不思义事件 娱乐大家 消消灑灑的 吸我消灑的相机 痛痛快快 愈能痛快话别离 陈年老哥梁朝伟 都由得你唱 但香港黄友移民 一点都不消灑 不痛快 又要移民外国出铺 认叻 很威威 又要抛弃尊严跪低 谋定回香港铺后路戴头盔 口里说香港不不不 身体就很诚实了 留定后路的就不叫移民 而是叫离家出走 别扮认吧 你们认不起呀 绝点 剪烂身份证 撕烂 特区护照 给点尊严 给点骨气 和香港say no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 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部 帮我出声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